當然 歌可能也稍微有點不熟悉 對那 其實不熟悉的時候 如果你在唱的時候 一樣我們都是身體放鬆一點 然後我們跟著節奏去走 一直跟著節奏去走 因為我看到你是不快不慢 不快不慢 然後抓不到節奏後來就不見了 然後後來又出來了 對 那我們忘記的話 常常都是 先跟著音樂走 然後抓紋再進去 不要慌 我們在演出上 在比賽上都是這樣子 所以這部分 大哥 只有很簡單的 我上次講過的 你的聲音的特色 就像那天我教你的 你聲音的特色如果出來 你的口味比別人都比較重 會很好聽 要求只有一件事 歌手給你記起來 我方法寄不來 我教你一句句句 你歌詞記不起來 我肢體也沒辦法帶你 你那個聲音都起不來 所以你只要做一件事 你只要做一件事 把歌詞記起來 你老師我就有辦法把你那首歌唱到大家給你鼓掌三遍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就歌詞 歌詞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陳大哥 今天我是第一次聽你唱 第一次好好的聽你唱 我真的是要鼓勵你 以你的年紀來講的話 我覺得你那個音色真的是不錯 可以練的那一種 以你的年紀來講 只是詞曲 跟老師講的詞曲不熟 再練 專心練好一條歌就好 先把一條歌練好 去取那些什麼都抓好 一條歌 你把那個典範的 你的招牌歌先練出一條 你的音色是不錯的喔 練出來會跟有老師講的 會很好 會很好 很優的 好